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面语 门对门 在室内房子 假如他发生门对门的时候 我们都会知道说 这一种的会变成是一种争吵的情况 但是其实是不是会变成争吵 不是 是因为你打开门的时候 假如刚好对面也打开了 你们刚好会互相看到里面的东西 那就等同你个人的隐私 被人家看穿了 你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你会防着对面 你会防着对面 所以当你的房间假如出现了 门对门的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房间的门前面 加一个门帘 看不过去的这一种的门帘 这样子 当你出去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门帘就会自动的再回复原位 这样就可以遮挡到 你里面的东西不会被别人看到 这样子 这一种门对门会起防心的这一种的效果 他就会大大的降低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